所以你目前可以先打開幾個你之前打開過的資源 那一個是Azure的Portal 進入Azure的入口 然後目前應該還是三千點 但我們今天做的事情應該會耗到這個點數了 第二個是你上次有興趣的一個網站叫CustomVision.AI 一個是Portal 一個是CustomVision.AI 然後這兩個比賽 好 然後上次我因為好像是要做那個電話驗證 一直沒有驗證 所以我就換了我的另外一個帳號做示範 好 上次我們應該做了一個天空的例子 然後你也可以丟照片讓它去做測試 測試它 就是讓它去幫你做判斷 上次應該是做到這邊 比如說你搜尋一張照片 把這個圖片網址 為給你的CustomVision的服務 然後觀察它判斷出來的結果 像以這張照片來講 像以這張照片來講 它判斷Skype 有99.9 真的很高的 好 上次我們做到這邊之後 其實它這個服務 不只提供你在網上玩 它也讓你可以接到你自己的網站上 所以我們一樣對應在上次BS Code中的最後一個Sample 其實就是對到現在的這一份 所以你可以從哪邊可以找到那個點 手機上 只要你是可以做API呼叫就可以了 例如說你的手機上大概有兩個可能 一個就是行動版的網站 另外一個就是API 那我現在給你看一下 你大概就會知道怎麼用 再來你看一下 我們有哪一個可以講 一張 寫到 有有有有 再比較後面一點 是吧 到16點 對應跟你講一下在哪裡 目前我們先 前半段我們先做一下Caston Mission的收尾 所以對應到的是這一份 Caston Mission這一份 那Caston Mission的這一份 我們先看一下後面一點點的地方 再 翻到26點 這裡 26點 26點 這邊告訴你說 這個網站它可以產生一個API讓你去做呼叫 所以產生完之後就跟你前面做的那些例子相同了 就是你只要是任何的語言能夠做API的Request 你都可以跟你現在做的這個題目整合在一起 好 所以我們來找一下這個地方 所以你現在的帳號的 它告訴你說 目前的這個題目 然後旁邊有一個Performance 就是產生出那三個圓圈的那裡 這裡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Publish 你點這個Publish 點完Publish之後呢 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上次有點花了一些時間 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我應該有寫在這裡 最後這邊 我們是不是說Caston Mission有兩個預備動作 一個是做Training 一個是做Credition 比如你那時候建完Predition資源 應該想說奇怪怎麼一直都沒有用到 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 現在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Predition Resource 這邊 如果你那時候有做的話 下面這邊應該就會有Predict 用的Resource 就會在這邊出現 那你如果沒有做的人 還是可以回到New Project那邊去建立 那這邊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 在這邊 照微軟的邏輯 這裡它應該要寫一個新建 在這裡 但是它沒有這麼做 所以第一次進來到這邊 有的可能會有點一頭無水 我第一次用Caston Mission的時候 也覺得怪怪的 就坐到這邊 下拉沒有東西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那如果你那時候 有跟著我前面的這個步驟 先在New Project的時候 就把這兩個Resource都準備好 那你在這邊 就已經會有Caston Vision Credit 可以來做使用 所以你就選Caston Vision Credit 或是For Credit 看你那時候叫這個Resource怎麼名稱 好 那你選了之後 它就按下Publish 好 你按了Publish之後 你會看到這邊的這一顆地球 這一顆 這一顆地球的這個地方 你點進去 你就會拿到你的API Key 還有Want Enterport 這兩個資訊 在這個地球裡面 就是你點了這個地球之後 你會看到 好 那點了地球之後 拿到的API Key 跟Enterpoint 其實接下來的流程 就跟我們原本用 微軟內建的ComputeVShip Face API Translator 差不多 又擁有了這個資源 好 那這一段我一樣 有對應一個Sample Code 我先把它打開那個Sample Code 檔案 開啟資料牆 找到上次的那一包 找到上次的那一包 有一個古號 有一個第五 就是對應到現在這個項目 05.Costumation 精選這個 我看一下選擇的色號架 好 然後就差不多了 是不是一樣的結構 就是 HCM Key.js Man.js Star CSS 所以你就一樣從P.js開始 那你就回到地球那邊 進去這邊 它會分成上下的一段 上一段是給你 就是用圖片網址 Image URL用的 另外一半是給你用File的 檔案池的 你可以先打開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先GoLive 這個網站長這樣 所以跟之前是一樣的形狀 所以我們先做 用圖片網址的這種形式 圖片網址 所以你要先到你的 HCM的地球這邊 去找到你的網址 把它貼過去 我先去看一下 這是上半部 Image URL的那個網址 把負 大家看到的 API Key 它有個PRE 有個叫做 Predition Key的地方 保存在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去 好 好 就是你在地球那邊 你會看到它寫說 上半部它會寫說 如果你有一定的Gry 這邊是Want 大家可以用到它 下面這邊有一個Predition Key Predition Key這邊 那我為了方便你使用 所以我也幫你設計好 就是你寫在這邊 就可以用 往待會可以用 好 所以請你把你的Predition Key 貼到這邊來 貼到這一格來 貼完就幫我切到 man.js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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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做的題目 是跟我一樣 是否為天空的話 你要改的地方還是只有 這裡 請輸入Predition API的網址 其他你可以先 先不動 我們可以先輸入這個網址 把你的網址貼在這邊 URI Base這邊 貼上去 貼在這裡 貼完網址之後 你就回到 那個測試網站 看看能不能夠正常運作 看一下分析圖片 好 如果你有看到左邊有東西的話 就是恭喜 代表你有成功 成功把它轉到網站上 網站的介面上去 所以 當然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你把這個網站做得更 行動化一點 你就可以在手機上 然後部署上面 你就有一個網站上可以給我使用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你看目前的 因為目前這邊示範的Code 是用前端JavaScript 然後能走 這個 JQuery的Ageps 然後去跟微軟Request 資料 那如果你在其他的平台上來說的話 你當然就是要找到 其他平台Request 它的Request 原端資源的方法 OK 我把我秀給你看一下 我這邊簡單給你看一下 但是你實際要做 應該還要再研究一下 比方來說 像剛剛同學問說 如果你從手機 那我這邊有一個Sample 是 那個 iPhone手機的例子 比如說我從iPhone手機去Request 的定資料庫 我們瞄一下它的語法的地方就好了 它的語法的地方長得像 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你看到 這邊 這邊有個UIL 這邊 就類似像這樣的呼叫方式 然後一樣成功之後可以拿到資料 所以基本上 大概每個Programming Language 大概都會有類似的概念 就是你從某個地方Request 遠端資源 所以 它做成API的好處 就是不論你是寫 iOS 寫Android 寫網站 或是甚至遷入事情 只要那個平台有提供 對外部請求資源的 相關的這些方法 大概都可以整合在一起 所以想要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即便你是寫 比如說你寫手機API的 那你也可以跟A9的符 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好 那目前你應該就已經做出 就是這邊 如果你這邊有看到資料的話 就是A9有丟資料給你 所以它是不是說 你這張照片來說 0.999 就是機率很高的 應該是天公了 negative就非常非常低 所以這一包就是 微軟丟還給你的資料 那你怎麼樣把這個 做得更精緻化呢 就是 講義第29頁這邊有一小段扣 好 好 好 那我們把 這一段補上去 好 因為你現在已經得到了這個結果 但這是工程版的 所以你是不是去讀 Preditions裡面的結果 看看它的Probability哪一個比較高 如果Sky的很高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確認這張照片是天空 所以你要寫的一小段扣 就是寫在 迴傳結果的這個地方 這邊 那他是不是把 寫了一個 後迴圈在這邊 然後他說 比如說 去尋訪所有 拿到的 Preditions裡面 Preditions的Lens 所有的這些資料 去尋訪它 然後如果 Data的 Preditions 的Probability 超過一定的高度 比如說我們 定 這個就是要抓看看 比如說這邊定0.8 那並且 0.8這個是天空 所以 Data 的 Preditions 的 Pegonet 是天空 天空這個字呢 這個Sky的這個字 你要小心 就是 它指的這個Sky的這個字啊 是對到你在 平台上 你在Custom Vision 你在Custom Vision平台上的 這個 大小寫也要一模模一樣 就是 這邊的 這邊的這個Sky 跟 這個Tag 大小寫 必須 完全一致喔 要不然你會找不到喔 你會找不到 這兩個要一模一樣喔 你現在寫說 拿到手的TagName 是不是Sky 跟這個Sky 是完全 完全Match 大小寫 因為這個Sky 是你上禮拜自己打過去的嘛 所以 有的人可能打小寫 有的人可能打大寫 有的人可能打大寫 或是有的人可能打別的題目 好 所以確定這邊OK之後 然後呢 這裡 如果是的話 那代表它 你就可以在這邊寫說 應該是天空 然後 甚至也可以再把信心指數 也 秀出來 你看 Data 的 Creditions 的 Probability 這個信心指數 你也可以把它 丟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那如果已經確定了 這邊就可以break掉 就不用再 不用再往下 因為如果信心指數 都已經這麼高的話 那如果沒有 不是這種狀況的以外 應該就不是天空 裡面在這邊寫上 這個面光 就把結果從工程版 然後變得比較精簡 丟到 右下方 把它寫字段看一下 好 這個是 對應到講義的二十九頁 二十九頁這邊所寫的這一段 把這一段寫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再測試一次 看看這個數字有沒有跑出來 分析圖片 應該是天空 然後我們 我有把這個數字拉過來 0.999 4040 這樣 拉到這邊來 那你說 會不會都一直是天空 隨便換一張 別的片片給他 就面具 我們增一下 很心 是天空吧 對 0.0 0.68 Sky 只有0.3 OK 所以你就簡單做了一個 天空 是天空跟不是天空的分類 就是藉由 Hedroid Castion Vision 來做 那當然你自己可以收集 任兩批圖片 是我們公司的產品 跟不是我們公司的產品 對 然後把公司的產品對定訓練 如果它有一個共同性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出類似像這樣的題目 那這種類型的 有很多的可能性的應用方向 就是看你要做任何圖片分類的 大家都可以操用類似這樣的規則 然後自己去訂了一個題目 這個就是Castion Vision在做的事情 那這個平台上呢 它還有一個功能 所以我們來玩一下 這個平台的第二個功能 第二個這個功能叫做物件偵測 不行 這也是 Castion 有很多人 它還有一個 阿 这个影片很快,所以我把它分断跟你讲一下 这个影片在示范说 类似像物件侦测的这个概念可能可以拿来做什么用 但它是用Google的AutoLam 其实就是跟目前它是Mission的Object Detention相同的概念 它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影片很快,所以我暗影段给你看一下 第一个,它想要用AutoLam玩威力在哪里的游戏 所以它先收集了这些Wally的图片 收集了非常多 然后送进去训练 跟Custom Vision的界面很像 就是为一堆图进去 然后标示成这个标签 标示成这个标签 然后都标示完都丢给它训练 就是跟我们之前一样训练 训练完成之后 它有结合机器手臂 它在机器手臂上放了一个摄影机 然后做出来的效果就是像这样 先摄影机照的下面这一张 拍照照了这张图片 照了这张图片之后去找 到底有威力在哪里 所以照了图片之后 物件侦测会增加这么多 然后其中这一格绿色 这一格是威力的几率最高 所以这时候有坐标 所以就领导手臂去点那一下 往那翻找到就点一下 翻找到就点一下 OK 这个东西的概念就是物件侦测 就是在一个大的图像上中 找到你要找的目标物 OK 那这样的例子要怎么做出来呢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你就先进Project 所以New Project 好 那我这边举的例子是找大象 然后呢 资源应该 这边这个 我一看我一样用 大象 或呢 要选 Subject Detention 物件侦测 好 好 那这边我们就 用它去设计 General 然后就可以建一个Project 好 那你建一个Project之后呢 这个例子是要找到 物体在画面上的什么地方 所以你要给它大量的照片 训练的时候 就要告诉它 那个物体在什么位置 好 那照片 如果你 如果你自己手上 例如说 假设你家有一个样 猫 狗 你可能会有一堆照片 就是 画面中你的猫在某一个角落 那种照片 你现在可以用 我现在可以拿出来用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 我没有放上来 没有 你知道我现在放给你的 就行了 那个 command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载完之后把它解开 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里面就是一堆大象的照片 就是大象在这张照片的某个地方 这一堆照片 那你拥有了这一堆照片之后 或是你有一个你们家的猫咪或是狗在画面上的某个位置 这种照片也可以 重点就是你要有一些数量 就是像这样有一些数量 好像记忆底好像是15张吧 但是15张是比较不准的 可以的话再更多一点 那你有了一批照片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再回到这个平台上 那一样它就是很像相互管理软件 所以你就add images 把刚那一堆大象的照片 全选丢进去 然后我们原本在做 如果上礼物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地方 说天空要标记天空 那不是天空标记那个题目 但是你现在做的题目是物体侦测 所以它不是这么做的 所以你要先上传 upload 先把它丢上去 上传完之后 我有一张好像是过大还是过小的 然后它就有一张没有上传 所以只有传上16张 按一下完成 好 那这16张呢 它都是显示什么 ontag 都还没有标记 那到底要怎么标记呢 所以你就点一张照片下去 好 所以这边它要告诉你 请你这几框大象在哪里 所以你要教这个电脑 大象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可以 其实它已经有自动做一些政策了 所以你看你过来大象这边 它就有个框 但是你不想要它标的框也可以 自己这样子标 所以自己把大象标起来 然后给 给它一个标签 大象这样子 elephant 然后下一张 这样你就标好一张了 好 看你要自己拉框 或是用它内间的框 这样子 然后选elephant 这一只狗不要标 下一页 elephant 选elephant 然后把它标记上去 这就是 资料标注员在做的事情 下一个 下一个 你觉得它放得还OK的 你可以直接选 这是一个 小巨 老巷 这一张 大象斜真集的 elephant 这一张 你觉得它没有标得很好 那就自己标 然后就要这样一起去把所有的照片标完 这些他也有侦测到 但是我们就这些是整嘛 就标这一支 这边有两支 也可以做得比较清晰点 这样一支 先把这16张标完 所以你全部标完 理想上就是你再给他一张新的照片 没有大象 他可以找到那个大象在什么位置 这样子 这是做就是固定侦测 Custom Vision里面的功能 这是我的最后一张 标完了 所以你全部标完之后一样 就是上方有一个 他这边是不是告诉你 On Tag 没有了 你全部的照片都已经进到 Tag 都已经有标注了 然后你就可以按下训练 上面这边有一个训练 Trag Trag 做一个trag 下去 好 让他去跑 Ok 那我先给你看就是 跑完概念上 好玩概念上就是像这样子 如果你给他一张新的照片 里面有很多的物体 基本上他每个物体 大部分这种他都会抓得出来 因为我现在只有去念一个标签 所以每个他都会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是Elephant的几率有多高 只能说真的是Elephant的几率还会很高 但是如果是什么类似Elephant的形状的动物 他可能也会有个七八十 因为你目前只有训练一种东西 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好判断的 你要做得比较精准 应该就是你同时又给他Elephant场景 比如老虎什么每一种都训练 都个别放了二十张或是更多的照片 所以这个时候他才会具备区分的力量 那你知道你如果跟我一样 像现在这样做下去的话 就是他每个东西会框出来 但是可能Elephant的指数 有的会蛮高 就是长得有点像大象的另外一种动物 伸数应该会蛮高 比方来说蛇马 蛇马可能对他来讲是像的 因为你只有训练一种东西 就是看起来大大只的四只脚 然后他就会觉得 我在丢蛇马可能他几率值可能就会很高 那你要怎么做得更精细 就是你要有大象的照片 蛇马的照片 长颈鹿的照片 各种动物各类鞋 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告诉你说 这张图是大象几率多少 是蛇马几率多少 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去比较 每个几率数值的差异性 那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完整的 物件侦测 这个它要跑一段时间 所以我这个大家就先放着 那我就先来 这个我们就先放 然后它跑完之后我们再来玩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 今天希望能够 看一下还是7点10分到8点半 这段时间呢 我们想要来做一个 做一个完整的 例子 然后它会用到的 我想要最后一段 最后的这一个多小时 想要带大家玩的就是 最后的这个HLNL的平台 我在这个平台上来做操作 那在这个平台上操作 我这边有两份讲义 第一份是 这个HLNL Studio的介绍 这一份 然后另外呢 有一个sample 写在这个网站 看看来不来得及 带大家看到结果 大概这两份内容 是跟最后的这一段有关 那我先用 那个头影片来跟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在一开始讲到微软的Angel的时候啊 有先丢过一张图 有先丢过一张图 就是微软有三个架构 有三个层次的架构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在 就是 Intra to ML Solution的这一份 这一份 这一份的最后一页 这边有一张图 这张图里面其实就有表达了说 它的想法上是这样 就是 你希望用它很完整的解决方案 它提供给你 你需要用它一半的 就是从视觉啊 或是像那种Custom Vision 它也提供给你工具 那最后的这一关 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 所以我们讲它最下面的这个 ML Platform 机器学习的平台的 整套的一个工具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好 那Azure Machine Learning 这个层次呢 然后再把 用这个 这一份介绍 这个平台上其实功能 也是非常丰富 包含到说 它有一个类似 有点像Scratch的那种东西 能够让你去把 机器学习的流程都出来 那你想要单纯的利用它 来开一台运算资源的主机 来RAW机学习也OK 它也提供给你在这个平台上 可以出用主机 第三个呢 你想要用它的主机 又想要在自己的电脑 跑VS Code也OK 它也提供给你这些功能 再来呢 你要用指令列去控制 Azure CLI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它也有 那甚至到现在有把强化学习 那一块挂进来 所以 这上面的资源 算是蛮丰富的 那当然 Azure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最强大的 最强大的一个点 就是 它为什么要提供这些服务 其实对它来说 是一个加持 如果你能够在它上面 跑这些学习 跑这些学习通常会怎么样 要训练 训练要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你在上面待得越久 花得越多 第二个 你如果资料也放在他们家 训练也在他们家 最后也用他们家架了网站 你就是完全黏着在它上面 所以 如果你把这整个服务让在上面 所以你这个网站不会随便关掉 资料也不会随便拿走 因为你要利用它来推论这个结果 所以 你就会持续的有个资源 放在Azure上面 持续的 用每小时多少钱来做计算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商业策略的东西 所以各家的这些国际大厂 都会想方设法的帮你拉到他们平台上 因为只要你愿意用 愿意把资料放在他们家 做网站 开始做机器学习 这些基本上都会触发费用 所以才会拉回到我们这次所说的 在这次的三千块 应该是在这一段的时候会有费用的触发 在原端平台上用的好处当然就是 其实它已经把一些常见的需要做的事情的解决方案都已经放在这上面了 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在操作这个流程过程中 就是像你今天所看到的就是它其实把很多东西都已经模组化了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找到对应的功能 然后排列组合出来 就可以去逗出这个流程 就跟一开始文软点出来 今年点出来的 也包含到很多公司都点出来的 low code跟no code的 Ajure Machine Learning Designer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方向 我觉得它不要求我们再去写Python的code 但其实它是背后你写完之后帮你转换成TensorFlow的程式码 但是常见的几个模组它都已经帮你全部都准备好了 那你要用它的这个资源的第一个动作 要先建立一个工作区 精选的工作区 才有办法进去使用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来看 好 那就先回到Ajure 先回到Ajure 好 现在就从刚才介绍Ajure ML的这一页开始 回到Ajure之后建立资源 所以机器学习当然也就在AI加机器学习服务的这个分类底下 现在转到Ajure ML的这个图 这个 然后请按下建立 好 所以你的Subscription应该有就是开放授权嘛 就继续用开放授权 资源群组呢 我会建议你建立一个新的 然后从这边开始就是今天所做的这些东西会出发费用 所以你做完之后如果你回去不想要的就是把现在这个资源群组 你现在最好建资源群组 因为呢 这个资源群组可能是会出发费用 所以你不想要它的时候就整包 这资源群组的所有东西都杀掉 要不然只要放着即便是停机状态 就你待会开一台主机 即便是停止运作状态 它都占有 会支援 会摇你的这个三千块 好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就建一个 名字可以自己取 建一个资源群组 那这个资源群组现在开始做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待会就会有 费用就会开始动 好 那它也要求你现在建的这个工作区要有一个名称 所以名字你也可以自己取一下 现在对到讲义的这边 建立起来了 这边 区域就都可以了 区域我就没动 我上次可能是建在Japan 海人粮 可以用的 这个不行吗 能到开放授权不能完 我记得这样一个 可以把 应用账户 Subscription 同权注册 我还能看到 但它让不懂 这边我都没有动 看看写不行 可以啊 如果验证 那就把它建立下来 刚才那个资讯 建立看看好了 我是没有在Ajoin Open跑步 因为也是这次新闻给我 才是拿Ajoin Open 建立 看看能不能建得起来 我知道有些 有些资源会打 会打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最烧钱 所以很多预设会把它关掉 就有些公司 例如你经营的公司 它提供给你Ajoin的资源 但你会发现你来这边 要建这个 它不让你建 它知道这里面会 最烧钱的地方在这里 看起来好像可以 等一下看看 能不能够顺利建立下 它的流程就是 第一个 你要先把工作区先建立下 这个建立起来 是Home才能够往下注 要不然你后面就 没有办法进入Ajoin Open 你那个平台 看起来可以 好 如果你看到画面 是类似像我这样 你成功部署 就代表说 你这个资源建立是OK的 那你这个资源 能够建得起来之后 你才能够到这个网站 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 所以它一样 跟CostumVision一样 有独立做的一个网址 方便进入 叫做ml.az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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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得起来吗 我遇到什么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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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面子的正常 平安能力 希望我會用一下能力 是一種反應 但只會有一個變態 建立完成之后的人就帮我直接先进到刚才传在LINE的这个平台 ml.azure.com 这个平台就是微软的 之前没有加微软这个字 之前就是这样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加微软这个字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网址就是ml.azure.com 用相同的账号登录进来 所以你最理想的就是在同一个浏览器的身份中 跳进来这个平台 让它login进来 那login进来之后呢 你刚进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好像没有看到东西 即便是review啊什么都没有看到 这个也是我觉得它设计没有很好的地方 所以多了一个隐藏步骤 就是点一下自己 然后这边有一个switch directory 如果你没有看到东西的话 切换预设目录这个 然后点进来之后 发现到它好像没有设定好 所以这边有个下拉 然后有一个预设目录 好 点它 然后现在进来 我看见界面有点改 看一下 绿色目录 出现 view all space 有了 所以你要点 它好像改版 做得有点怪怪的 其实我刚才也是没有 然后刚才有一个地方 在这边有写一个 view all work space 的连结 如果你有看 好像刚才在一个乱乱的画面中 中间的 差不多这个附近 有一个view all work space 点进来之后就会到这边了 到这边就会看到 你刚才所建立的 我刚建的是这个 Hello Ampl Studio 这个 点它 你从资源的那边的话 资源的话是这里 前往资源这里 我比较少从这边点 那这边 这边有一个网子 从这个网子点 可能会比较好 说不定它会直接帮你 跳进去你的work space 我比较少从这边点 我都直接从 ml.agio.com去找一下 第一个进来 好像是问卷调查 随便 随便选一选就好了 这看起来只是问卷调查 随便选添到 随便选添添咱 随便选添添添咱 随便选添咱 关掉这边 好 现在这样子 其实已经进来了吧 已经进到 进到这个平台上 那这个平台有支援中文 所以 здесь有一个词 字輪 Setting 可以點一下 這邊有兩種模式可以選 看你喜歡深色的 就是淺色 語言我們來找一下 中文 有 中文環境 Regional Format 就冷得改 就用英文美國的 語言可以選中文環境 或是你要看英文也可以 按下Plan 這樣我變中文 有 變中文的 這個平台上其實功能 很多 它上面其實有非常多的功能 那你要怎麼樣認識一個 功能大概剩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就用實際的一個例子 看能不能把 一個小時能不能把那個例子 帶大家 走完一段 現在7點30 那我們在這邊 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鐘之後 我們就來做 用一個例子 從頭到尾來把它走一次 這樣子 好 我們這邊停 一下 我們要把握時間來做 一個例子 來利用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的功能 其實很 就是有包含到說 你可以在上面 見機器學習模型 然後也可以產生服務 然後跟你的網站 結合在一起 所以 如果可能的話 看能不能夠把這個例子 走過一次 就是 這個例子看看 我們能不能夠把它走 走的 走一次看看 好 就我這邊訂了一個題目 有一份保險的資料 那我希望能夠利用這個平台 做出一個支出預測的網站 所以從 利用它產生機器學習模型 再結合到網站 這整段 看有沒有可能在 有限的時間內 我們來把它走過一次 好 第一個要先上傳資料 所以這個平台 除了它裡面有些範例的 資料器之外 它允許你可以 自建資料 來提供給它使用 那 醫療保險的資料 在 這邊 這邊有個網址 那它是一個CSV檔案 所以你右鍵 另存新檔 應該就會是 insurance.csv 嗎 把這個檔案 先儲存下來 好 所以現在就有一個 CSV的檔案 好 儲存下來了 OK 那它說 這個平台上允許你可以 自己上傳資料上去 從 dataset create 所以 在 這裡 這個平台 旁邊 資料 資料 建立 來自 本期檔案 這邊再一次 因為你要先確定已經有進來 有看到你的記憶權工作區了 旁邊 旁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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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資料 建立 本機檔案 本機檔案進來之後呢 就可以為你的 應該就寄到這了 先取一個名字 那最上來先取一個名字 取一個名字 資料有分成兩種格式 表格式跟檔案 它的這個平台呢 如果你要做資料分析類的 就是表格式 就像現在CSV就是表格式 什麼時候你會需要選下面那個檔案呢 它其實也支援做類似Customization的那種功能 就是我可以上傳一個壓縮檔 裡面有兩個資料夾 一包是貓的圖片 一包是狗的圖片 請它去做分類 所以如果你是上傳一包ZIP檔的人呢 你就要選下面那個檔案 所以它這邊有 你有可能會有幾種的可能性 那目前我們的這個是表格式的資料 然後按下下一步 其他應該就不用動用 這邊嘛 為你的資料及選取檔案 這邊就是要選 我們剛才的那一支 Insurance.CSV 把它上傳上去 所以你就選瀏覽檔案 然後找到你的 剛才的那一包 insurance.csv 這一包 這一包 丟上去 可以 可以 直接按下一個吧 上傳 按下下一步 它才上傳 上傳之後它會幫你分析一下你的檔案 比如說CSV檔案是分隔符 它也會幫你預覽 看一下檢查一下正不正常 所以下面這一區它應該是長得像這樣 ID 年齡 性別 BMI值 小孩 然後呢 最後有一個保費的數值 1萬6 1千7 4千多 住的某一個區域 有沒有抽菸 有幾個小孩 BMI值 像這樣的一份資料 看起來 看它的預覽 沒什麼問題 那就按下下一步 那這個時候呢 它允許你可以忽略掉某些欄位 如果你覺得某些欄位 假設你的資料非常大 有非常非常多欄位 有一些你不想要的 在這個階段可以把它忽略掉 那因為我的這份Sample的Data Set 欄位也不多 所以就都把它留下來吧 你看下一步 好,然後看一下建立 這樣它就把你自己的CSP檔案上傳上去 變成了一份Data Set 變成一個在做基於研究過程中 可以使用的資料值 就是這樣 它就直接幫你把一個Cell開的東西 變到基於學習的流程中了 就擁有這份資料值了 那你擁有這份資料值之後 就再往前衝 第一步擁有資料 資料這邊我們已經走完了 擁有資料 完成建立 終於要開始利用它的平台 不用寫Python扣去完成一個 資料的 基於學習的資料流程 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進到Designer 然後建立一個空白的專欄 Designer 設計工具 像組織架構 進來之後呢 這邊我們就從空的開始 這邊有個加 進一個專欄 進一個專欄 Mainty Cost 跟Asset已經有出現在這邊了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是建立了空白專欄之後 可以先修改專欄名稱 專欄名稱以前是在上併 直接可以做修改 但它後來好像改了 這邊沒辦法直接改 那在設定 設定的下方這裡可以做調整 比如說我想要把它改 跟目前的這個例子比較有關的 你一邊改上面應該就會看到 上面就會有變化 好 我今天變的專欄名稱 從設定進來之後的 這個抄稿這邊改的名稱 改完名稱之後呢 要做什麼 好 這時候你會需要一台機器來考 接下來它 你先拖拉出來這個機器學習的流程 這個就是最燒淺的地方了 設定 往上走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計算類型 這邊其實就是要叫你去 開一台主機出來給它 好 大家都告訴你 對 這邊它沒有發現你有任何的 計算的主機 在這個地方 沒有 這邊沒有任何的主機 好 所以你就要從這個地方 去選一台機器 選一台機器出來 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到這邊 它就有非常多的 這邊其實就有價目標了 就是在旁邊 這邊就有價目標了 這個價目標是用 一小時多少美金來算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CPU的 然後呢 趕時間 所以我們選GPU的 對 然後呢 選GPU之後呢 這邊有很多的選項 比如說 這一台它是寫說 六核心的 一小時 1.58 我們把所有選項打開看一下 所有選項 下面這些幾乎都不能選 好 我們看起來 配合不足 對 看起來人選的可能也不多 那不然就選這一台好了 這一台 所以我們選一下 一小時1.58 每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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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們有 100塊左右 所以就拿來燒一下 好 好 選這一台囉 下一步 然後呢 取一個名稱 然后按下建立 目前这样的我等于是在上面开了一台GPU的主机 用Azure在Azure Open底下 目前你还无法点这台主机 因为它还在建立当中 我们等它走完建立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使用它 在它建立这个主机的时间 我们可以来做什么 我们可以来把我们的经济学籍的流程 拉流程的时候不需要那台主机 那台主机是待会流程拉完要跑 让它训练起来的时候 它才会用到那台主机 所以我们先把经济学籍的流程兜出来 这边先放着 待会再回来把那个主机选上去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它还在建立完成了 现在就可以选了 目前这样有看到右上角如果出现写说部件完成 它会有个通知 部件完成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主机 这边应该就可以选到它了 我可以点到这个主机了 这样就是已经设定好了运算资源 就是你来开了一台机器在A9ML上 那现在这样按下去开了就是一小时 刚刚抓到1.58是多少 就是现在开始 这一秒开始你已经开了它 就是从你刚刚收到通知的7.57分这一秒钟开始 现在就等于是你再转 好 那现在我已经有一台主机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把那个流程拉完 第一个呢 先把你的资料纸带进来 所以资料纸带进来的方法就是 像我把Scratch拖进来 MEDICAL CLOSED DATA SET就先拉进来 那有了资料纸之后的动作是什么 你可以先从这边来利用它的功能 左边这边有一个按了两下 你在这个区块上按两下之后 右边跑出来是它的辅助说明 所以你点输出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Data Output 这边 这边可以去观察一下 目前你拥有的这份资料的长相 那这个好像没什么 就跟看一个Scratch一样 它厉害的地方在隔壁 这个设定档 这个设定档很厉害 给放大一点 这个设定档很厉害 它其实直接把常用的一些 叙述型的统计的数字 已经帮你直接列出来 第一个 先视觉化 所以这份资料里面的年纪 大部分是蛮年轻的 18到12岁比较多 最小的18 最大16有4 有没有missing value 所以这边其实平均数 这些变异数 这些值它都其实已经帮你 直接列出来 所以你光是看这个设定档 大家就可以先做初步的资料观察 男生女生比例差不多 BMI值好像分布的还不错 然后小孩数量大部分是没有小孩的 然后大部分没抽烟 少部分有抽烟 区域它这边有三个地方 最后就是这个保费 目前的历史是要拥有的保费 它还帮你列出来 所以这就是工具的优点 它已经帮你把常见的一些数字观察 都已经直接的内建进去 你看我们没有打任何样的程式 它就已经帮你算完所有的 比如说你关心的missing value 这边就已经有列出来 然后再画个图 让你去观察一下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初步的了解到 你刚才拖进来的这份资料的状况 所以有了资料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这边观察完 那我就开始要把资料切成两份 一份是现在训练要用的 另外留30%呢 待会拿来做测试 来看看这个做完的模型效果好不好 所以切割资料呢 对它来说就是一个做成一个原件 所以你这边点element 这边搜寻spirit这个字 那就会有一个原件叫做spirit data 就可以把它拖进来 拖它进来之后呢 就是square然后它是有点像组织图一样 它连线 data say进来之后呢 把这个资料送给spirit data 送进来 送进来之后呢 在这个区块上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会拉出这个旁边的这个视窗 稍微调整一下 这样子 好 它就问你说了 它资料进来分割嘛 所以分割完之后分成两条路去走 然后它就问你说 那你的第一个output要放多少比例 所以我们想要的是0.7 我们想要37切 前面70% 后面30% 好 所以你就设定成0.7 在这边设定成0.7 好 走完这一步 接着呢 我刚刚已经有拉线了 接着呢 我要找一个方法来做目前的这个题目 目前这个题目我们想要做的就是 你拥有了这一堆资料 你现在是不是拥有了 拥有了这一堆资料 拥有这堆资料 那前面这些东西可能跟最后它的保费有关 所以呢 我们想要做出来的一个系统就是说 我能不能给他一个人的年龄 性别 BMI值 小孩几个 有没有抽烟 住在哪一区 系统就帮我推算出 这个人的合理保费 基于这份资料 基于这份资料 这个人的合理保费应该是多少 其实目前我想要请GP学义帮我做这件事情 好 那做这件事情的 目前的动作就是你会需要一个相关的演算法去把它拉进来 所以我这边说 用BOOSTIC DECISION TREE的REQUATION 这个演算法把它拉进来 好 那你如果不论用你用Python写 用R写 用Maleg 都一样 就是要找到对应的方法 那在A9这个平台上也是一样 它已经帮你把常用的东西都放在这一个 前面这一个是DATA 后面这个是元件 所以我们在元件的这边去搜寻 BOOSTIC DECISION TREE BOOSTIC DECISION TREE REQUATION 所以我打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BOOSTIC DECISION TREE REQUATION 那就选它 然后把它拖进来 拿进来一个演算法 要拿来做使用 接着呢 你要把演算法跟70%的资料合在一起 来做训练 所以在这个平台上 它提供给你一个区块叫做Train Model 目的就是为了把资料跟演算法合并在一起 所以你要搜寻一个叫做Train Model的东西 搜寻到 把它抓进来 然后呢 是不是拿这个放在这边 你现在就是把70%的资料跟这个演算法合并 来做训练这样子 好 那这个训练要有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设定目标 所以对到这边 他问你说训练的目标 我们现在目标就是要请他帮我们预测保费 OK 所以在Train Model的第一个 这边有个Label Color 就是到底哪一个是你的训练 你希望这一期学期要做预测的东西 好 所以他问你说你要哪一个资料 所以这边是用平台的好复 他按了下 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栏位名称都已经准备好 让你去做调用了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Charge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值 就我们就希望积学期来帮我们预测这个保费 所以按下的储存 好 所以呢 这边Color name 我们就选Charge 好 再来呢 你刚才是不是留了百分之三十的资料来做评估吗 就是我有点想象说你今天还没有去考真的大学的会考 但是你有十份模拟考卷 可是我到底怎么样建立我的信心 所以我拿七份模拟考卷很努力的做很努力的做 我留最后三份来考自己 我看答案来考自己 所以最后这三份如果考出来考得高的话 我就会有那个信心去面对真正的考试 现在也是一样 你拿百分之七十的去做训练 留百分之三十的你没看过的题目拿来考自己 好 那这个流程的做法是这样 所以呢 它下面是不是要多了一个计算分数的地方 Scroll model 所以你要从这个平台中找到一个叫做Scroll model的东西 计算分数 那分数到底是怎么被算出来的呢 分数是经由你训练好的模型 就有点像是你已经念过书了 这个就是你念过书了 念过那七份考卷的 然后呢 拿这三份考卷百分之三次的考卷来考你自己 来考你自己 考完之后呢 分数考完之后做打记录就会记录在这个地方了 可是单纯看这些做打记录不容易做评估 所以呢 它发生了一个评估的方法 Evaluate model 在这里 所以最后就有一个Evaluate model 就把这个结果送进Evaluate model 那它这边为什么Evaluate model会有两个洞呢 它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在这个流程途中 你可以再长另外一棵树 比方来说我想要比较 会不会别的演算法做出来效果比较好 所以我可以比照现在的这个流程 我可以比照现在这个流程 这一块 我是可以再长出一个类似的结构 用不同的演算法 或是不同的切割米粒 长出来之后呢 最后Evaluate再拉到这一格来 它可以帮你做两种角 做一些实验 所以这个是用平台的好处 就是它帮你提供给你这个功能 让你可以两两的去比较 就是说我变了一个变因 刚才是切三七分 那再来我们切个六十 看看结果好不好 就可以用这样来做比较 好 那你拉完这样子 其实已经算是多完一个基本的机器选习流程 从资料拿到资料分割 选定相关的演算法 指定目标值 计算用测试的百分之三十的资料来做测试 接着呢 搭配常见的评估指标 所以你其实已经把机器选习流程 已经用这样的方式兜出来了 好 那兜完之后呢 要怎么做 所以你刚才有开了一台机器嘛 所以现在就是要送出去的 这边有个提交 订阅 送出去 请它来帮我们做这个实验 目前应该第一次做 所以没有实验 所以要建立一个 建立新的 给它一个名字 给它一个实验名称 然后呢 按下提交 那它就开始准备了 开始准备帮你完成这件事情了 那你可以点这个作业详细资料 可以看到动态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它目前正在作业的画面 就是你点那个 刚才看详细资料 它目前做到这个阶段 切割资料 跑到这边 正在跑 就是你刚才开了一台机器嘛 它现在正在跑这个流程 在它跑这个流程的时候 那我们对应一下团影片来看一下 好 Sami这边送出去之后 待会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待会是不是它会把这整个流程走完 所以我们就可以观察结果了 待会就可以观察到 它所判断出来的结果如何 目前走啊 走到这边 那在这个平台上 最大的优点应该是说它可以结合到你整个 包含到你这一段做完 跟它前面提供的服务的逻辑都一样 这整个做完之后 一样可以变成一个API 一样可以产生出一个API 就是说 你可以挥资料给它之后 由它来帮你即时运算出一个结果出来 我先用投影片给大家看好了 等一下你走完的时候 在preview data的那个地方 会发现到原本的资料最后方 会多了一个栏位 会多了一个栏位叫做score labels score labels就是这个机确型模型 帮你计算的结果 就是它没有偷看这个 它没有偷看这个 它没有偷看这个 然后呢 它依据前面的这些属性 推算出后面的这个结果 那你可以偷看一下它算得准不准 比方说这个 两千多八千多这个好像很不准 第二个就马马虎虎 第三个好像算蛮准的一万一左右 再来这个好像不太准 这个还是马马虎虎 这个好像很准 但是我们不可能一行一行这样看 所以记忆学义里面 就会有很多对应的评估指标 那这些指标的公式的计算 那A9也都帮你放进去了 也都在这个平台中可以看得到 我去偷看一下 今天比较久 之前你觉得它跑得比较快 之前我记得这个流程蛮快就走完了 现在走在这边 那我看看我们哦 这个例子做完再给你看 应该有 这边刚切割完资料 那这边也走完了 那今天训练 进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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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分数了 这三次的字要进来了 看起来应该快算完了 好分数也算完了 我看已经进入到 Evaluate的阶段 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能不能一头看 Score Model 点两下 然后 然后 显示资料 输出 预览资料 可以做完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最后有一个Score Label 它计算出来的结果 这一栏就是它计算出来的结果 Score Label 那Score Label的旁边 Score Label的这边有一个 最下面这个Evaluate Model 它也做完了 好 如果你只是要看单笔资料 当然就是像刚才说的 这边的预览 这边已经可以看到 它针对这样的一笔的时候 它所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 已经让你看得到 但是这不方便 这边 纵观 它的表现到底好不好 所以呢 怎么把它打分数 在这个Evaluate Model 这边 看一下 它这边呢 也帮你把常见的 这些指标 也写在这里 常见的指标 常见指标 M-A-E-R-M-S-E-R-I-C-E-R-A-E 然后呢 这个R2 Scroll 最后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0到1的这个比较 这边是0.8嘛 相当于就是大概80分的概念 就是在最后的这个R2 Scroll 比较容易观察 所以你就看到目前它 算是把记忆学习的流程 整个在这个平台上走完了一次 走完这样一次 那你看到这个结果了 那在这个平台上 还有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它可以做到 你可以把这样的东西 变成一个网路服务 看它这边的下一个步骤 你目前观察完结果嘛 结果评估 你刚才也看了 对不对 Matrix 你刚刚看过 接着呢 就可以把它建立成 可以做这个推论管线 发行成推论管线来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回到原本的这个 好 这边在回来的时候呢 会多的 因为已经走完了 这边会有一个建立推论 就是推断管线 就是推断英文是inference 就是让这个机器学习 有点像是一个function 丢资料进去 它可以算出结果 这个叫做 中文有些时候翻成推论 微软翻成推断 那Pythonite 就有点像是一个流程式的管理 所以你就可以建立起来 即时的real time 就是我马上丢一下资料 就可以算出结果了 所以当你选择建立推量管线的时候呢 它就会帮你做出一个输入跟一个输出 所以做成一个流程 就是你给它资料 它给你结果 这个就是做成一个流程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结果产生出来 所以提交给它 那我可能选同一个实验 然后呢 提交 就请它去把这个东西呢 准备起来 所以它现在就会利用这个 去帮你做出一个网站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就是API服务 那它做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呼叫这个东西 就可以拿来用了 所以你看到 我对应到讲运 现在目前做到这边吧 我刚刚按下的就是这个 Create Influence Type Line 送给它 让它来做建立 好 那这个走完的时间 等一下 作业详细资料 正在执行中 你走到这边 你走到这边 那要走完 它的比较花时间 应该是下一步 就是部署的地方 会比较花时间 好 这边 这边做完了之后 做完之后呢 这边会有个按钮 部署 就是把它变成 网路服务输入跟输出的 这整个东西呢 上线 真的变成一个 马上可以去做呼叫的服务 所以这边就有个 部署 即时端点 那一样 你可以帮它先取个名字 好 然后这边 类型我们选 Compute Type 我们选 Container Instance Container Instance 然后呢 按下部署 好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 会比较久一点 就是它需要一点时间 真的变成一个 随时可以去呼叫的服务 之前的经验 大概要做个 这个动作 大概要做个 十几分钟 要 就是你让它 变出一个 一台机器出来 大概要十几分钟 好 那在它伸出来之前呢 我来给你看一下 我来给你看一下 升丸的长相 我这边有另外一个账号 那 目前 那边你就放 等到它做完 大概十几分钟之后呢 在你的 一样是 Agile Machine 你的平台的左边 你这边会有一个 End Point 会有一个End Point 这里面 这里面 就会多一个出来 像我这边这样 Real Type的End Point 你这边有一个 Medical 之前做的 好 那 这边就会有一个 部署状态 Healthy 就代表说 你现在已经把它 建立起来了 那我们回去刚才的 刚才这个平台 刚才它目前 现在正在进行中 端点 部署进行中 部署中 看不看得到 我们来看一下 End Point 部署中 这边有一个 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 8点 21分 建立的 这个 那点进去 还不能用 它会写一个失败 但其实不是失败 是还没做好 但它会写失败 就是 会变unhealthy 就是 目前还没有做好 还在做的过程当中 大概要个十几分钟 那我让你看一下 做好的长相 做好之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 你点测试 你点测试 点测试 这边出来之后呢 它有预先先帮你摆了 五笔资料 在这里 然后你按这个测试呢 这边就会出来一个结果 计算出来的 score label 就是它计算出来的结果 但是五笔资料 可能你不是很方便阅读 所以我先三层一笔资料 让你看一下 让你看一下那个感觉 是什么 好 现在只有留了一笔资料 那我按一下测试 这样是一笔资料 好 19岁的女生 BMI27.9 有抽烟 然后呢 实际的保费是 16884 一万六 然后呢 预测的数值是 一万七左右 对 好 那你说 它是不是有偷看我的这个chars 因为它有传这个资料嘛 那我把它改成一块钱 我把它改成一块钱 我把chars改成一块钱 再送过去 它目前结果是17896 其他数值我都没变 按一下测试 还是17896 它没有偷看那一格 还是17896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实验 比如说 如果这个女生不抽烟 系统会判断她的保费 原本是一万七 一万八左右 那如果她不抽烟的话 摆成浓 她不抽烟的话 这个平台判断她保费三千块 差很多 很多 所以在这个平台上 抽不抽烟 可能从她的历史上 要归纳统计出来 影响保费 意料的保费是很大的 就相当于我们健保 那种钱 那以这个来串的话 目前你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等到你待会儿 这个平台建立完成之后 你目前这个是 目前还不能用 大概等十几分钟之后 测试是给你线上试看看 目前试看看用的 重点是旁边这个取用 隔壁的这一栏取用 取用就相当于你刚才在Custom Vision 看着那个地球一样 或是你去注射Custom Vision一样 这里面就会躲着 一样 AnderPoint的URL跟API Key 就会在这个取用里面 所以你有这个取用 然后也有API Key 你就可以架一个网站 架一个服务起来 然后来连接 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东西 你就没把这个流程 整个run起来到你的网站去了 这个示范的Sample Code 我有放在这份简报里面 所以这份简报你再往下看 你如果AnderPoint的 建立完成之后 隔壁有一个Custom Vision 就是刚才取用的这个 你有那个Custom Vision之后 你可以架一个网站 来跟这个连接 那这边有示范的Sample Code 在这边 这边有一份示范的Sample Code 可以让你跟那个平台连接在一起 那我看一下 我示范给你看就好 你看来不及做 因为已经差不多时间了 看来不及来 示范给你看一下 建一个Project 示范给你看 我建立一个Project 空等 然后呢 建立一支App点拍 我这个例子是写Python的 用Python做网站 建立一个App点拍 然后呢 我先把这一段放进来 这边 这一支 那这边呢 就有 有几个需要的资讯 就是这两个 其他应该都先不用动 然后呢 主要是 这边 有一个 需要一个UIL 跟一个Primary Key 在这边 这两个资讯 要把它打上去 好 那这两个资讯就是会在 取用 在这个取用里面 就待会你的 这边跑完的时候 变成Healthy的时候 这个取用里面 就会有一样的资料 那我先用我的示范一下 取用里面就会有 网址跟team 打完了回来之后呢 在这个 你还需要一个网页的计 那网页的界面 那网页的界面档案 也有帮你准备好了 这个的下一页 就是你 待会做完之后 你需要的就是这两笔资讯 网址跟APIP 这两笔资讯 这两笔资讯 之后呢 这个APIP 还没打完 后面还有一段 这一段也填上去 到这边 这个是下一页的内容 这里 这一页 弄完之后呢 你还会需要的就是 HTML了 所以这边有做了一个表单 Phone.HTML 所以把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复制 做出一个档案叫做 Phone.HTML 丢进去 好 丢完以后 实际上看起来的画面会像 这样子 会像这样子 其实你会完成一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的目的 其实只是为了让你输入 年龄 性别 BMI值 小孩数量 有没有抽烟 然后呢 做哪一区的选单 按下Submit 之后 这个资料就送往微软的Ager 跑完你刚才见完的那个 鸡血模型之后 把结果吐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在这个地方拿到 Predict的结果 就是这边所看到 Predict and Manual Cost 所以 你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借用微软的 鸡血洗的力量 跟你自己的任何的应用处 只要你能够输掉它 的地方 大家就可以做图像 现在所看到的这一页的 这种服务的形式 好 那我看一下 我们的 这个现在有没有办法 放起来 但是 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 放起来 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 放起来 好,先把结果告诉你 所以经过像这样的流程 你去跑,然后你做出来的这个网站 那你就可以不断的去修改 然后request请他来把这个结果丢还给你 所以等于是利用他的资源 你就可以持续做这类型的测试 这个就是所谓的Grealtime的Evidence 就是请他帮你把这个结果推论出来 好,所以你用Azure这个东西 加上你做的网站或是Azure之后 当然就可以把Grealtime的东西 跟你的目前的网站的界面 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 然后借由他帮你去做资料汇录 切割模型选择 跟最终的这个结果的评估 这些事情都可以把它做完 那当然你利用他做的优点跟缺点 优点就是你借用他的平台来做 所以你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流程 还有这些线程的模组都很方便 那产生API这些事情 也可以全部由他帮你做完 那缺点就是会有费用 就是你目前,例如说我现在这样开着 你点到computer这台电脑这边 这边就有一台机器 所以这台机器开着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费用 只要他开着 目前停在这边 有在动的时候 这边有写 每小时就是1.58 所以如果你 例如说你玩完 看到结果之后 你不想要它的时候 记得当然就是所有的 就是从你今天从机器学工作区 这边开始建的这些东西 你要记得把它杀掉 如果你希望保留 你如果不杀掉 它就是持续会咬 它是每小时 它持续会咬这个钱 那如果你不想要它 等下做完之后看到结果 不想要它的时候 记得把所有 你今天机器学习工作区 这边所有建的 全部都删掉 它就不会持续地去做扣款 所以要记得这个动作 就是你做完 比如说你做到一个阶段 看到结果 觉得都OK了 就回去把 所有你在这边所建过的 那个资源 最主要其实最伤的就是 这两个 就是一个是计算的这个东西 computer 另外就是 N-point 目前看到这个N-point 这两个是最伤的 但其他也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所以包含到我们丢了一个 Data Set在上面 这些都会有费用的产生 跟这个Ageo Machine Learning Studio有关的 是最伤费用的 所以你要记得把这些东西都砍一砍 是比较保险的 OK 好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最后一堂课 这边提供的东西 对 对